影唇 賀碎片的杜穴者在英國也有上映 英國年初九 應該是公映的 應該是年初十 公映的 第一場 每人都送了一個GIFT bag 除了這個很漂亮的杜穴者的 紅色袋子之外 也有五位主角的海報 看到Edan 看看鏡頭能否遷就 白紙 張繼聰 還有 當然是這部電影的海報 另外兩位鏡頭 除了Edan之外 還有這個 姜濤 大家很喜歡的姜濤 以及 Anson Lo 這部電影 其實在年初二 倫敦已經做了一個手影 當時在文書 我這一堆 海報家的GIFT bag 再加 一些明信片 當時 據文 我不記得了 就應該說那個授影例的 戲票 是賣到48磅 當然鏡頭 或者姜濤 神圖 他們一定願意付出這個金錢 去疼他們的鏡頭 杜宇者其實也上映了一段時間 但是既然 大家都喜歡姜濤 Edan Anson Lo 沒理由 也不再說這部電影 我個人覺得 首先神偷電影其實 都有一段時間都沒有在香港出現 記得上次神偷電影 可能是上個世紀末的 陳德心偷電影 神偷電影 楊彩尼金城堡 或者是 之後有一套叫神偷刺世代 但是之後 港產片來說 以這種類型片 出現 就不太多了 今次 袁建偉 火拍三位鏡子 再加上 張繼聰 和白紫 也是一個很特別的組合 三個鏡子 當然 鏡粉一定是 很想 看 我個人對於這個電影來說 我覺得 這種神偷電影 神偷電影類型的這種電影 值得鼓勵 當然我會覺得這部電影的下半部比上半部精彩 說到演員就說了 首先姜濤 我覺得挺有趣的 做這個反派 有人詬病就說他 不太適合做這個角色 但其實三個鏡子來說 我比較喜歡Edan 我覺得Edan的演技有進步 Edan和Anson Lo的組合 過往的大叔的愛 ViuTV的劇 或者近來的社來雙親 他們兩個人的默契固然有 尤其是Anson Lo的演技很自然 但是Edan明顯這部電影是有進步的 但是反而我又覺得白子和 張繼聰 這次的合作 似乎不是那麼理想 記得上次他們兩個合作的就是 《今晚打喪屍》裂平如潮 這次他們兩位老死 演藝同學 在一起 但這次似乎不是很大發揮 我覺得甚至張繼聰 這次的演出也不及 在另一部的賀水片 《范氣功心儀》 袁劍偉有很多 鏡仔 拍的MV 又或者是一些ViuTV有鏡仔做的劇集 好像《季前賽》 他也是做導演 所以這次 這三位鏡仔合作 皆輕就熟 我會比較覺得 袁劍偉 也保留了他一些專業的水平 有別於以往的《金色天堂》 賣的 噱頭 去了編劇的莊梅岩 或者是主演的前妻 林家欣和張友友 但是這次 開始看到他 自己的導演風格 可能 技巧上 看到他是有專業性在 但是 可以的話 我會更期待 袁劍偉的下一部作品 但是導演者也是一部可以一看 至少至少 比另一邊廂的 凡喜功心意 記得 支持我 訂閱這個頻道